可我总觉得 你想的还是不够全面 艾龙 你可是玲珑山的大少爷 再过几年 你长大一些 那玲珑山就是你的了 对吧 如果说 你阿姐 能够和四位领的胡彪成了亲 到时候那胡彪 就变成你们玲珑山的成龙快婿了 等到了那一天 你再做了大头人 那么 谁还敢与你们玲珑山为敌啊 这我倒没想过 主要看我阿姐喜欢谁 再说了 我们玲珑山的安全 有我们这些大男人保护呢 还用得着用我阿姐的婚姻来换呀 那 你有没有想过 柱子哥 喜欢你阿姐吗 应该喜欢吧 如果说他又不喜欢 他怎么会伤我阿姐的床呢 是不是有鱼上钩了 有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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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勋姐 你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我这脚好像是扭了 那我去找人给你看看 艾龙 不用了 不用了 我一会儿自己缓缓 能走回去 我 我是宋神医啊 我给那边那个犯人换药 好 要混合了 没什么大问题 左腾君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你快点救我出去吧 作为大人们帝国的勇士 你怎么这么没有出息 废话 把你关在这个鬼地方几天 你就不这么说了 你要是不把我揪出去 我就把你拱出来 拱吧 反正他们也听不懂 扒开 横尔君 你放心 你在忍耐几天 虽然我现在没有办法 但是我一直在努力 你 我已经看见 小野君他们了 我已经转告他们 你一定不会背叛大日本帝国的 一定会 效忠贴荒 左腾君 您是不知道那些人 都对我干了些什么 也不知道给我吃了些什么东西 我这几天全身上下 特别的药 不是拼命脑 就是在满地打滚啊 横尔君 你放心 我一定会给你报仇 早晚有一天 我会沙光这里 特别这里 子堂君 唯 横尔君 我再给他换药呢 我再给他换药呢 纵神医 医术高 药盗病除 这犯人好像好得差不多 还不是很好 我看可以 精神头很不错呀 打老远就看见了 老李男人身上的伤 到底几日可以痊愈啊 用不了几天了 我再给他换换药估计就好了 不必什么麻烦啊 只要死不了就可以了 救人救到底嘛 也不费什么事 就是换换药而已 你不是最讨厌共产党了 是啊 那你干嘛这么热情啊 玄乎济世奸济天下嘛 这是家中的祖训 在下不敢违背 哪怕他就是一个共产党 哪怕是杀父仇人 都得知 你给他治病的时候 心里边是不是特别难受啊 有一点 玄乎济世 奸济天下 好一个医扯人心哪 你能把血海深仇都给放下 佩服佩服 你这个我 宋神医啊 这个伤就治到这儿吗 让他在牢里头遭遭罪 我也给你出出气 好 这个事情我说了算 人只要没事就行 一旦出了问题 我会亲自找你的 好 对了 还有个更重要的事情 咱们寨子的大小姐 死活要嫁给那个赵德柱啊 现在我说什么 她也不听啊 那龙四大人 就是一个老糊涂 你随便抓点什么药 把赵德柱织好喽 这个我也一直在想办法 就是配药麻烦点 不麻烦 只要吃不死人 让他先吃着 龙四大人问起来 我也好回话呀 好 好 英雄姐 你要出去啊 对 这是我给你的花 我还给你钓了一条鱼 谢谢 这鱼放哪儿 放那边吧 要不喝点水 我不喝 英雄姐 刚才我和佳青姐出去玩 她不小心把脚给扭伤了 是吗 英雄姐 你不用着急 我找人看过了 休养几天就好了 那我也得去看看呀 我陪你一起去 行 走 走 英雄 我听艾龙说你的脚受伤了 你别麻烦了 我不喝 怎么样啊 我也真是没用 本来想着 跟艾龙一块儿学学钓鱼 可是谁想 我脚底下一滑 把脚给扭了 肿了吧 疼不疼 有没有看医生啊 应该没什么大事 骨头没伤就没事 只是 我感觉应该伤了筋 得休息一阵子 关键是啊 我从现在开始 出门就不太方便了 你知道的因子 咱们整个寨子里 全都是上下坡路 估计再这么走几天 我的脚会肿得更厉害 你就安心养伤吧 别出这房间了 哪儿都别去 有事情我过来帮你 主要是我这一休息 就耽误了孩子们的课程啊 你想多了 这种事情谁都不想 对吧 对啊 英子姐说得对 嘉勤姐 你就安心地在这儿养伤 一会儿我去跟我阿爸说一下 那可真是谢谢你了 艾伦 没事 我呀 真没用 耽误事儿 千万别这么说 你就安心养伤吧 不还有我呢吗 谢谢你啊 英子 咱俩还说些 我 给我打 我在死里打 是 是 不是 干吗 干吗呀 给我出来 我这儿了 英子 人呢 不愧是居山牢牢吧 您好 我能进去看看吗 花儿 怎么了这是 怎么了 又兄弟 又是你啊 行了 我知道你压够好 咱受了 你也不怪人家吓唬你 不是告诉你了吗 茅房在寨子里不在这儿 赶紧走吧 我 我 我都花掉了 好好好 赶紧走 我不上茅房 什么不上茅房 我想 她真有意思 你说你大白天 那往这儿跑什么呀 你别拽我 关你什么事啊 给我 我说 你不会是到这儿来采花来了吧 我到这儿来采什么花啊 这就对了 你这花 打算送给谁啊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不会把这花送给艾龙那小子吧 跟他有什么关系 行了 你来这儿干吗 我去找你了 你不在 我估计你就跑这儿来了 你这不是找死吗 我都上山这么长时间了 连老门边都没挨过呢 不试一试 怎么知道不行 不能这么试啊 多危险呢 你有更好的办法啊 不是 红莹 你能不能 不让我那么操心呢 别自作多情好不好 谁让你操心了 我是在完成我的任务 完成任务 也不至于使美人计吧 美人计 美人计 你不是美人计 那谁送的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差点把我绕过去 绕我罩子住着脑子绕不过去 我告诉你 绕艾龙还差不多 我跟你分析啊 这花不是你打算送别人的 是人家送给你的 你看对吧 是不是艾龙那小子送给你呢 我 你看 你看 王阳 你想干吗呀 你看把艾龙 那迷成什么样了 艾龙见到你就说 姐 你吃这个吗 姐 我中有高药 接着虎猫猫 姐 我来了 不是你俩背着我想干什么呀 找得住 怎么了 怎么了 你讨厌死了 我讨厌 要不是我及时敢动 你早被人咔嚓 我 我 这个 我 我 我 怎么着 什么怎么着 还让我谢谢你不成 你说什么 你跟我提蟹子 王侯阳 我是那种妖宫的人吗 我是这种心胸狭隘的人吗 你跟我提蟹 你不用蟹 你就告诉我这花啊 是谁送给你的不就完了吗 你 你 好 我告诉你 来 这不就得了吗 谁啊 你 我杀死你 瞎一轴是吧 这事没完 你必须告诉我这人 真没想到啊 找得住这小子竟然被驴给踢过 不对啊 老子是让一个被驴踢过的给算计了 大当家的不必动怒 小不忍则乱大梦 以现在的局势看 我们还不可太过得意 赵得住一日在玲珑山 一日就有当上驸马的可能 对对对对 你说得对 赵得住给叶娜那个小妞 灌了什么迷魂堂 两个人一天到晚的年年糊糊在一块 这事不好办哪 这事也没有你想的那么难办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 当初这叶娜 就是为了不跟你成亲 才拿了赵得住 当了挡箭牌 再说了 我看这龙刺对赵得住 也并非十分满意 所以我看 只要咱抓准时机 你和叶娜成亲这事 还是有很大的回旋余地的 对对对对 可问题是 怎么找机会 加强咱们的实力 到时候让龙刺好好看看 以现在的时局 只有我们强强联手 才是他唯一的出路 到那时 还怕他不肯回头吗 沈小姐果然有盟律 不愧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来 我敬你一杯 客气了易先生 一起吧 一起吧 干 干 来 你们都看着啊 等着瞧 我要是把叶娜取到手 到时候看我怎么收拾她 这不是你现在该操心的事 你这边到底准备得怎么样啊 第一批将已经到了 我吩咐手下抓紧操练 这方面由老二负责 老二 你来讲讲吧 这天天都练了 一天都没闲着 可是大哥你也知道 咱那帮兄弟懒散惯了 就这么几天也没什么成效 这可不行 你要跟他们讲清楚 绝对不能像以前一样 胡吃海喝的 如果趁这机会 共产党真打上山栏 你们就只剩下挨打的份了 这话说得对 沈小姐说得是 现在大敌当前 不知道哪一天 就会面临一场大战 老二 你瞪什么呢 我瞪你怎么了 让兄弟们打起精神来 对对对对 易先生说得对 老二 你明天就告诉他们 现在有这么好的家伙事 我又好吃好喝的供着他们 他们要是不好好操练 别说是共产党 我先毙了他们 放心吧大哥 林总是带上哥了 谁啊 我 进来吧 婴子 干吗呢 这么半天 我快准备睡了 今天的任务失败了 我们要再想办法 现在天劳戒备森严 那说明咱们的计划 还是行不通 我来就是告诉你 我明天要下趟山 那是说明你在山上 发现了什么 还不清楚 所以我要下趟山 核实一下 我不在山上的时候 你跟赵德柱要相互配合 通过我这边的观察 这小子脑袋可聪明了 并不是一无是处 行 你放心吧 一个人下山多注意安全 好 放心吧 好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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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子姐 你下山一定要注意安全 这个 这个你带在路上吃 谢谢你啊 艾伦 没事 你开心 我就开心了 对了 山下要是有人欺负你的方 这是要下山哪 我帮你揍他们 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 你干吗去 六码 去不去啊 把你鞭子给我 你拿我鞭子干什么 我下山 好好的为什么要下山 是这么回事 这件事憋在我心里很久了 看你爹 把咱们的新王都弄妥当了 可是我这病还没治好呢 我前几天 听说我们村来了一个 会治这种病的中医 我就想赶紧下山 把病治好了 回来跟你成亲哪 这话当真 当真 那行 那你就骑着我的马去 婴子姐 我觉得 佳青姐啊 她那个主意挺不错的 她现在脚受伤了 孩子们都上不了课了 你就留下 给孩子们带几天课吧 我也想去带课 可是不知道龙次大人 能不能允许 这个你放心 我去跟我阿爸说 肯定同意 那就谢谢了 那我去跟马过头说一声 好 我给你拿着 好 马过头 这个你拿着 这个 就当是我们的定情信物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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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着 万一钱不够用了 还可以把它当过去治病 好 不走了 什么不走了 柱子 你怎么了 我犯病了 疼 疼得很厉害吗 疼 我先回去啊 你别走 来人哪 拿他家 到 我 驸马爷救病复发 快带他去治 好 好 快 你坚持一下啊 我自己救下 走 小心点啊 你们能不能转叶点啊 快走 走 坚持住啊 柱子 坚持一下 坚持一下 马上就到了 柱子 停停停停 疼死我了 来自禀哪 走 走 跑什么呀 我好了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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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埃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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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子跑哪儿去了 嬴子 走 走 阿爸 英子姐主动要求 给咱当教书先生 英子姐 你跟我阿爸说 见过大头人 教书先生 记得以前不是有一位吗 是 之前那个前几天脚给扭伤了 这孩子们天天放羊 也没人跟他们上课 所以我想让英子姐给他们带几天课 不是 之前的教书先生 不就是个女的吗 怎么 现在的教书先生 都是女的吗 大头人 在山下面 很多的教书先生 都是女的 阿爸 这孩子们天天不上课 怎么能行 得让他们学点规矩 规矩 我凌龙山的老人们 不是言传身教吗 怎么 你觉得我们凌龙山的规矩 还需要一个外人来教吗 不是啊 爸 我说的 不是咱玲龙山的规矩 是外面的规矩 这孩子们长大了 得和外面的人接触啊 不学点规矩怎么能行 不能像我和我阿姐似的呀 好了 你的阿姐 的确是该学点规矩 嗯 这个丫头 整天打打杀杀的 成何体统啊 那么 应早我问问你 你是学什么的 我在省城念的是师范 师范 那是干什么的 师范就是教老师的学校 还有这种学校啊 记得我们上山以前 也请过先生 那是一些绣菜筋式什么的 不过山里人兴致可以也啊 好多先生都不敢来 敢来的没几天就给气跑了 记得艾龙小的时候 也来过一个先生 想拿主板打艾龙 想拿主板打艾龙 然后艾龙就找人把他给打跑了 阿爸 英子 你不怕 阿爸 我可舍不得打英子姐 那英子你在山上教书 需要多少筹签啊 这个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我没问题 你别插嘴 大头人 能够把我留在玲珑山上教书 已经是我的荣幸 一日三餐 粗茶单饭就行了 英子你太客气了 那你还有什么要求啊 咱们山里的孩子多 我希望教室能够宽敞一些 嗯 这个不成问题 那你还有什么呀 就是 以后有时间 我想下山给孩子们买一些书本 和一些学习的用品 嗯 好 那好说 英子 我看这事咱们就这么定了 我玲珑山的娃娃 成了 就交给你了 请大头人放心 我一定尽我的能力 把孩子们交好 嗯 只是现在的教室 还没有合适呢 没关系 能有一间遮风避雨的就行了 好 那咱们就一切为了教育 一切为了孩子 嗯 说得好 一切为了孩子 您不用再为学堂的事发愁了 我和叶娜 把西方堂出来 改成学堂 柱子 你来得正好 不过 你这话可有点不妥啊 这房子 是我给你和叶娜准备的婚房 怎么能随便更改啊 你看那个 我带你去看看 我带你去看看 这教孩子们读书 哪有那么着急啊 啊 教室的事放缝再说吧 诶 赵人爹 这事可不能放啊 读书可是大事 我小的时候 就是输读的时候 我爹骂我不生气 现在 也只能紫城副业 卖卖我老赵家的豆腐了 这不到现在 媳妇都没娶上呢吗 赵英雄 对我们林无珊 那真是屡见其功啊 赵英雄是难得的人才啊 哎呀 赵人爹过奖了 我觉得我做的还不够呢 婴姐 婴姐 所以小旭认为 读书啊 绝对是大事 是玲珑山顶大的事 师父一师 现在就把新房给腾出来 你们怎么怎么突然 这么热心孩子读书的事情啊 我玲珑山的孩子 多年一来 都过着骑马打猎的农耕生活 这不挺好吗 哎呀 赵人爹 今时不同往日啊 让山上的孩子读书识字 那识了字 就有了学问了 那将来离开玲珑山 也不至于 被外面的人欺负不是 哎 干嘛让孩子离开玲珑山呢 这山里不是挺好的吗 再说了 我让孩子识字学文化 也不是想让他们 离开玲珑山哪 就是想把祖祖辈辈 传下的老里老话 都给我记下来 这个 这个 叫人爹 话也不能这么说呀 怎么 这山里不好吗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说啊 咱这寨子里的人 繁衍生息 子子孙孙 那人会越来越多 那将来 玲珑山总有一天装不下呀 到时候人一多了 树一大 那总会有 开枝散叶的时候 现在咱们玲珑山的娃娃 将来总有一天 要到外面去闯荡的呀 到时候大字不是一个 肯定受外面人的欺负呀 再说了 就像我和叶娜 那将来我们有了儿女 你不是被驴踢过吗 张仁殿 你放一万个心 我一定会积极努力地治好我这个病 对了 你说这事我倒想起来了 别的寨子有个神仙 会请水仙 我这几天就把他给请来 他说 无论是大病小病 只要新成就能请到水仙 你的病就能包治好了 张仁殿 小旭认为 小旭的病那是小事 那孩子们读书的事是大事 只要能请到水仙 你的病就能治好 你和叶娜就可以成亲了 那我们把新房占了 孩子们上哪儿读书去 房子没了再盖一栋呗 那万万不可呀 那有什么不可的啊 张仁殿 我呢 是从山下面来的道叉门女婿 我一来就占这么大一栋新房子 那别人看了肯定不顺眼哪 如果我把这新房腾出去了 为玲珑山做点好事 那将来我在寨子里也好混不然 让我想想 你不要着急啊 让我再想想 再想想 你别着急嘛 我 我没着急 对 有道理 赵德柱这是想自己做好事 讨好大头人和寨子里的人 给自己树立威望 赵德柱不过是一个半残废 和大小姐睡过夜 那又如何呀 不过是大小姐不想洽给胡彪 临时找了这个挨驴梯的 做挡箭牌吧 只要把赵德柱赶下山 或者是 好 明白 胡彪那头倒是好说呀 现在最要紧的 就是和刺猬领联合起来 对抗共产党 这才是大计 大人神机妙算 处处为寨子着想 您这份苦相 有几个人那么不败 这赵德柱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要不是因为它 咱们早就跟胡彪和平一处了 那个时候 咱们要人有人 要枪有枪 玲珑山地势有这么险要 我看谁能攻得上来 你 婴子 你对这个学堂满意不 太满意了 真没想到龙四大人 真把你的心房给腾出来了 那是 没有我招得住办不成的事 婴子 只要你跟我说 我招得住 愿意为你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你这婚房腾出来 你不怕你那婚结不成了 婴 婴子 你知道我什么心思 别老拿这事取笑我了 你成天油腔滑掉的 谁知道你的心思 那你不知道 我跟你说说呗 我不想听 不想听 怎么就脸红了 谁脸红了 你别走啊 我对学堂的布置 还有自己的想法 我跟你说 金马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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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位 正位 刚刚接到消息 红衣同志在爱龙的帮助下 说服龙四让他留在玲珑山上交书了 他说会尽快展开工作的 太好了 这给我们的工作 创造了有利条件 是 我们商量一下 下一步的工作方案 好 来 我认为 同学们 开始上课 走 佳琴姐 艾龙 真巧啊 你这脚 我这脚还疼着呢 那你先去忙吧 我要去学堂 好 杨某是红衣的表哥 实不相瞒 我家表妹自小喜欢读书 手不试卷 这次有幸能在玲珑山上教书 还得感谢龙次大人的育成之恩呢 杨某这次过来 就是给小妹送几件衣裳 请你放宽心 这婴子留在我们玲珑山上 教娃娃们十字 我玲珑山人 绝不会亏待她的 有龙次大人的照应 杨某自然是一百个放心 还希望我家表妹 不要给龙次大人添麻烦才是 哪里话呀 有人肯上我们玲珑山教书 这是我们玲珑山的荣幸啊 哪里哪里 龙次大人能赏识我家表妹 这才是我们家的荣幸啊 一会儿找人 带你去见一下你家表妹英子 多谢龙次大人 太好了 我们现在不仅有两个老师了 而且还有这么大一间教室 真敞亮 那是因为龙次大人注重教育 咱们人民教育学家 陶行之就说过 教育乃立国之本 知书达理 明晓是非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的 王先生 这又不是上课时间 讲什么大道 你怎么来了 你表哥看你来了 表哥 表妹 多日不见 甚是想念 来之前怎么不打个招呼啊 我也是临时决定的 临时决定的 人来得还挺全 这位就是你表哥 我们俩的表哥 他表哥就是我表哥 不是 我们赵王村赵王不分家 所以他表哥就是我表哥 表弟 表哥 表弟 表哥 你傻乐什么呢 不是 表哥来了我开心啊 我就是想问问 表哥在山下做什么生意的 艾龙 这是人家两个的表哥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 不爱他 不爱他 以后不要叫我表哥了 叫我大洋 比人在山下开了一间书斋 三五好友聚在一起探讨探讨 指点江山 真是好不快活呀 没想到表哥 大洋哥 还是个文化人 不敢当 不敢当 都在这儿呢 今天啊 可真够热闹的 你怎么来了 脚都没好利索呢 今天不是新学堂刚成立吗 我怎么着也应该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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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是 他 这 这是我们表哥 对 表哥 表哥 我们表哥呀 是从山下特意上来看看我们的 对了 表哥 这位是沈先生 也是镇子上来的 幸会 幸会啊 幸会 幸会 表哥从山下来的 我也好久没下山了 山下有什么新的情形吗 山下还是老样子 没有什么变化 不过 我们山上这个学堂 倒是极好的 都快赶上镇上的学堂了 不 简直是别无二致啊 这得感谢你表弟 赵德柱啊 这是他建议的 这举手之劳不算什么 再说了 王先生不是说了吗 这教育啊 是乃立 立 这个 立国之本 就是这意思吧 大少爷 大小姐 大头人有请各位 请去敷宴 嗯 英子 咱也走吧 走吧 走吧 柱子哥 表哥请 表妹请 表哥先请 表妹先请 走吧 正经点儿行吗 你给谁看看 柱子哥 住个 装什么样子呀 哎呀 哎呀 什么 别无二致 你听我说 听我说 干什么有话 快说 我刚才在路上碰到家清姐 看到她走路很正常 不像有脚伤的样子啊 比我还灵活呢 刚刚这脚怎么又一蹶一拐的了 你别说 你小子还真有点智商 我找表哥去了 都认表哥是吧 神尺不放眼里了是吧 来啊 今天 杨先生上山 咱们借此机会 共同合一个了 来来来 龙四大人 我这第一杯酒 要请大头人的盛情缓带 杨某 千甘为敬 我这第二杯酒 要感谢龙四大人 平日对我小妹的照顾 以后多有叨扰 还请龙四大人 多多担待 不客气 这第三杯呢 杨某要敬 吉马大人 咱们初次见面 以后多多指教 请 果然是豪爽之人哪 真看不出来 杨先生思思文文的 一表人才 酒量 也是过人哪